蓝湛,汤好了,快趁热喝。大早上的,魏无羡就挣扎着起床给蓝忘机熬汤,补补脑,说不准在她的精心照顾下,道吕很快就能恢复记忆了呢。为了道吕,蓝叫什么的,都可以不要。她是只贴心又勤奋的小棉袄。好吧,其实也不是她愿意大早上去的,着实是中午的时候去借厨房,总是遇上江艳离。 虽然她不讨厌江艳离,把江艳离和江婉吟分割开来看了,可是,这不是她能够接受江艳离在她面前哭着为江婉吟说话的理由。就算不讨厌江艳离,她也不想再见到她了。而且,重要的是,男女瘦瘦不侵,她可是很洁身自好的,绝对不会让道吕吃醋的。 蓝湛蓝湛,我们等会去走走吧。或许多散散心更有助于记忆的恢复呢。 魏无羡双手拖着下巴,就那样巴巴地看着蓝忘机把补脑汤给喝了下去,心里止不住地叹息。 他和道吕口味不合,可真是太可惜了。 他记得第一次做汤的时候,忍不住加了一勺又一勺的辣椒,结果蓝湛喝了一口,面上没什么反应,可是那止不住喝水的动作,他立刻就想起来了,道吕吃不了辣的呀。 可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加辣啊。 看起来红彤彤的,多诱人啊。 可是蓝湛不能喝,而且,万一吃坏了身体,更加记不起来了怎么办? 万一道吕因此不喜欢他了怎么办? 所以他已经很努力,很努力控制住自己了,可是每每看到白白的汤,他又控制不住不点什么红的东西上去,所以,他只加了一点点辣。 真的,就一点点,红色不够,番茄来凑,应该,不难喝的。 毕竟,道吕眉头都不皱一下就喝了。 然后,他偷偷喝了一口,顿时感动得眼泪汪汪,他觉得道吕对他真的太好了。 为了迁就他的口味,竟然把自己的口味藏得这么深。 味道这么奇怪的汤,竟然也不觉得难喝。 无论如何,魏无羡是不会觉得是自己做得难喝的,他向来对自己的厨艺有着过分的自信。 魏英,等会还要去商议战事,我们夜晚再去吧。 嗯,蓝旺鸡揉了揉魏无羡的发顶,有些无奈他的记性。 对哦,差点忘了,岂不是又要见到江婉银那个灯笼? 魏无羡第一反应就是又要遇见一堆灯笼了,其中最亮的灯笼可不就是江婉银吗? 不是魏无羡讨厌灯笼,主要是那群灯笼每每瞧见他和蓝湛就两眼发光,好像看见了什么稀奇的事一样。 道吕之间黏在一起不是很正常吗? 一定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吕财产他和蓝湛的关系。 一定是这样。 魏无羡暗自点了点头,没道吕的灯笼可真是,太惨了,还好他有道吕,还是全天下最好的道吕。 这样想着,他又一头扎进了蓝旺鸡的怀里,蓝旺鸡竟然顺势回报了回去。 不会让他再欺负你了,我在。 蓝旺鸡眸中闪过一丝暗芒,他其实已经都想起来了,只是,看着魏英比以往更黏人的模样,他,有点舍不得呢。 嗯嗯,我相信二哥哥,魏无羡不住地点头,心里忍不住想,好像自从知道蓝湛失忆后,他们的关系又回到了以往没失忆那回。 他只觉得,道吕好像更温柔了,总觉得有一点点不同之处,就好像,对他没了更多的拘束陌生感。 别看魏无羡这些天,一直对蓝旺鸡年忽忽的,时不时就亲亲抱抱上下其手的。 其实他在得知道吕失忆后,已经对情绪敏感了许多,心里到底是盼着道吕回到以往那样。 他们分明是道吕呀,蓝湛虽是对他很好,也宠着他,可是,其中的隔阂与犹豫,也会让他有些失落,委屈。 他心底到底害怕道吕真的如那些话本那般,距离产生疏离,所以他努力变得更乖,更黏人,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把道吕弄丢了。 可他又矛盾地知道,无论如何,蓝湛都不会丢下他的,蓝湛,也在怕,魏英,还有一件事。 嗯,蓝湛你说,我有认真在听的。 我想起来了,比如欠你的婚冠之礼,再比如暗自在心中记下的三拜之礼,我都想起来了。 这段时间,委屈你了,钱是欠你的这些,今生一一偿还,可怨。 魏无限本来听着还是喜悦的,道吕想起来了,一定是因为他的精心照料。 可是,不知为何在听到最后一句时,他有种名为委屈的情绪,就那样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。 那便这样吧,诸位回去稍作准备,我们便继续北上,与赤丰尊会合,也希望诸位一如既往的童心,可不要再闹出什么笑话了。 蓝湿尘语气温和,可态度却是不容置疑的。 昨天江婉淫闹的事,他们都知道了,无非就是江艳离被金子轩误会了。 江婉淫赶到后,脾气抱得直接问都不问,就打了人家一顿,要不是后来他赶到了,指不定还会发生些什么了。 虽然误会澄清了,可是这两人不合的消息也传出去了,江婉淫知晓,这是在说他,可他却不认为是自己的错,他如今只有姐姐了,姐姐被欺负了,打他又怎么了? 以往这事,魏无羡又不是没做过,凭什么只怪他一人? 想到这,江婉淫又恨恨地看了一眼魏无羡,分明以往阿姐受了委屈,第一个冲上来的一定是他,自然受到责难的也是他,为何如今却当不认识一样? 江艳离死死拉住了江婉淫,这些天他自然也明白了,魏无羡是想和他们划分界限了,他不知发生了什么,也无人可诉说,他也很累了。 他不能让江婉淫一时冲动,做了后悔的事情,前段时间,听闻魏公子和韩光君以示道理关系,我等真是消息不通啊。 商议完战事后,金光善一脸笑意地就开了口,话里话外都在说,他们早有联系。 不是,金种,嗨嗨,金宗主,你消息延迟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,我们都明白。 比如前些天,我们粮草紧缺,金宗主可是说了会提供这些物资的呢,结果你硬生生拖到前两天才开始搬运粮草,理由不就是战乱消息传递慢吗? 我们都懂的,总不可能是你和温家有苟且故意拖着粮草不给事吧。 不过呀,金宗主有时候的消息又得到得特别快,比如昨天令公子被打了,金宗主可是今天就赶到了呢? 或许是天都怜惜你这番爱子之情吧,才没让消息不小心延误了。 魏无羡年这蓝忘机身边壮似无奈地叹了一口气,心里的小人却在不断地撒着欢。 哼哼,话里有话谁不会啊?他那么聪明,这点话还是会说的,并且可会反讽回去了。 还想毁了亲亲道理的名声,那他就不客气了。 听到这,在场的家主神色难辨,皆是隐晦地看了一眼金光扇。 魏公子说笑了,金光扇瞇了瞇一眼,他虽未和这位无羡正面打过交道,可这一会他便知道了, 这魏无羡只怕不怎么好对付。 此次他并非全因金子轩的事前来,主要原因是他魏无羡,他收到消息时并不以为意。 一个矛头小子罢了,去了蓝家又如何,所以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。 可是,这些天来,他可是知道魏无羡的福传是多么受欢迎的,而且不少还是从未见过的。 这让金光扇心头一动,若是此人拉拢到金家,日后定能大赚一笔。 可是他来了才发现,这魏无羡有多黏着蓝望鸡,只怕是拉拢不成的。 既是如此,只好毁了他的名声,还能附带一个已经积累了不少好名声的韩光君, 对蓝家又何尝不是创伤,谁知,竟然快硬骨头。 三言两语,就把事情引到他自己身上来,啊,或许江家,还有用呢? 他可不信,之前能为了江艳离与子轩打起来的魏无羡会对他师姐无动于衷。 不敢说笑,不敢说笑,我哪里敢开金宗主的玩笑呢? 魏无羡说着,一脸害怕模样地躲进了蓝望鸡的身后,然后一副小可怜模样地看向蓝望鸡。 浑身上下的气息仿佛都在说,他被欺负了,快帮他报仇。 分明他自己是欺负了回去的。 金宗主,魏英不会胡说的,玩笑话更说不得。 蓝望鸡淡淡地道,魏无羡简直就要为亲亲道理鼓掌了。 瞧瞧,什么叫杀人不见血,不会胡说,就是话都是真的。 而他那话里话外,可都是在说金温有勾结啊。 金光扇脸色又沉了几分,那温和的笑机遇挂不住了。 金宗主,该回去收拾收拾了,不要耽误了众家主的时间,我们还得赶着收拾好出发呢。 魏无羡再接再厉,成功看到金光扇的笑容逐渐消失,他满意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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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